在日本有这么一种酒店 还有街机式的大楼 有明亮前台 名贵的沙发和电视 看起来极度豪华和舒适 然而 这里的顾客却不是你我这样的正常人 而是死者 自然死亡或意外身亡的死者 会被他们的亲属送到酒店停放 直至进入火葬场 这就是日本独一无二的遗体宾馆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一会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忙帮忙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顾名思义 遗体宾馆是专门为死者提供服务的场所 它的功能有点像医院的太平间 用于存放遗体 但要比医院太平间的存放时间更长 更专业 在日本 一个人去世之后 前来运送遗体的人员会询问家属 究竟是把尸体送到家里 还是遗体宾馆 如果选择后者 那么逝者就会被送到宾馆 躺在特定的房间中 在这里放置一段时间 这些宾馆都有冷柜 可以储藏遗体 以免滋生腐败 如果家属不需要冷柜 宾馆也可以在棺材里放入干冰 在常温的房间里停放 届时逝者的家属 可以到宾馆架设的灵堂 进行守灵和哀悼活动 不少宾馆还会给家属提供 守灵过夜的洗漱用品 就像普通酒店一样 如果家属同意 宾馆甚至可以为逝者提供化妆 请僧侣布施 举办简单的葬礼 邀请亲友进行悼念等服务 最后 宾馆还会提供专门的车辆 将逝者运到活葬场 直到退房结账 在火化之后 逝者便可以被送入墓地 或者纳入骨灰盒 受到供奉 拆落定 如果只是停放尸体 遗体宾馆每天的费用 在1万到5万日元之间 约合500元至2500元人民币 如果加上运输 葬礼等服务 顾客可以选择20万到45万 不等的套餐 乍一看这个数字似乎不小 对一般的家庭来说 好像是个负担 然而相比起日本官方 殡仪馆动辄百万日元价格来说 遗体宾馆要经济实惠的多 除此之外 遗体宾馆的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 这里不仅能停放死者 也可以让活人躺在棺材里 享受丧葬服务 大家一定会好奇 什么人会活着的时候 给自己办葬礼呢 这不是自己诅咒自己吗 实际上 这样的人在日本还真不少 一些无儿无女 或者没有伴侣的老人 会选择在自己 还能活动的时候 进行一场葬礼排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算是提前享受了 诅咒自己 也总比无人发现死在家中好得多 最起码可以了结一桩心愿 日本商人竹灵 是一体宾馆行业的领头人之一 在此之前 他的工作是婚庆司宜 但在2014年 竹灵转型投身 殡葬行业 据竹灵所说 一开始转行是因为 日本老龄化趋势影响 婚庆行业不景气 其实不仅是婚庆行业 在日本 一些以年轻人为群体的商业 都在突减衰败趋势 大势所趋 竹灵才转了行 但是现在竹灵表示 遗体宾馆生意意外的红货 竹灵的旅馆暂时只是 通过出租普通客房 存放遗体的方式运行 对这种旅馆 大多数顾客秉持感谢的态度 对于他们而言 双方的合作是互惠互利 亲属的遗体有了存放的地方 而且还能随时让亲友 前去瞻仰遗体 店家也能拿到报酬 2014年 遗体宾馆还只存在于 川崎这种中小城市 如今横滨东京等城市 也出现大量的遗体宾馆 很显然 遗体宾馆在日本有不小的市场 那这种宾馆 为什么忽然活起来呢 答案无非两点 一是日本的丧葬习俗 日本人去世后 家属会将灵鹫 停放一到四天 为死者举行供奉仪式 请僧侣送经 由侍者生前的亲友 举行葬礼 最后再将遗体送到活葬场 这个亭领举办仪式的场所 往往就是逝者的家 如果不在家中 为死者举办葬礼 会被认为是无礼 但现如今 大部分的日本家庭 都不会选择在家中举办葬礼 因为他们的居住空间 比以往大大下降 越来越多的家庭 失去了带有独立庭院 多层楼的医护建 搬到了公寓楼 又或者完全依靠租房为生 这种环境下 新一代日本家庭 显然缺乏足够的空间 容纳逝者灵鹫 工月楼出租屋的邻居们 往往也无法认同将遗体带回家 让遗体共用一个电梯 上上下下的行为 更何况 现在已经很难邀请到 大量的亲友办一场葬礼了 往往只有少数近亲 会陪伴在逝者身旁 这些因素 促制越来越多的日本家庭 放弃在家 停临 办葬礼的习俗 而遗体宾馆 则成为了取代家宅 平放遗体的新选择 第二 就是日本殡葬业的现状 日本的老龄化程度很高 已经进入了多死社会 需要火葬的死者很多 但殡葬业却无法满足需求 根据日本总务省发布的数据 2021年 日本人口是1.25亿 而65岁以上老年人 有3627万 老龄化率超过29.1% 属于超高龄化的国家 大量高龄人口 也提高了每年死亡的老人数量 日本自2007年起 就成为一个死亡人口 大于出生人口的国家 2021年 日本当年死亡人口 达到了145.22万人 如此众多的死亡人口 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殡葬需求 截至2020年 日本的火葬场数量 只从2010年的4900多座 增加到了5100座 东京这种 拥有千万级别人口的城市 只有26座火葬场能用 至于日本东京 曾经公开的收据 东京一年死亡的人数 大约是11万人 平均下来 每天都有300多人去世 其实火葬场已经天天爆满 依旧是人满为患 火葬场压力逐年加剧 甚至连带着日本的 丧葬行业工资都涨了不少 但情况却没有得到丝毫好转 在这种状态下 绝大多数死者的火化周期 都不得不延长 花更长时间排队的情况 司空见惯 人们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 在一两天内料理完后事 而逝者遗体在等火化时间里 总得找地方安顿 总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发烂发臭 遗体宾馆自然就成了最佳选择 读者之前说了 日本的遗体宾馆实质上 带有酒店式殡仪馆的性质 宾馆提供从去世到火葬之间的 一条龙服务 这些服务使得丧葬的环节大大简化 而且宾馆的收费 还比殡仪馆便宜 在家庭空间不足 担心影响邻居 火葬场等待时间长的种种情况下 有遗体宾馆这种收费不贵 服务完善 还可以办很多事的地方 显然是普通家庭的最佳选择 当然 并不是所有日本民众 都认同遗体宾馆的经营模式 许多遗体宾馆周边的居民 一想到住宅附近 有个放着几百具遗体的地方 难免会心生不悦 然而遗体宾馆的经营 符合法律法规 让人找不出什么漏洞 遗体宾馆客观上 确实也缓解了殡葬压力 这是日本政府乐于看到的结果 值得注意是 遗体宾馆的出现 是日本的老龄化加重 引发各类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 不过 说起日本多死社会的原因 老龄化并不是唯一的根源 除了老龄化问题 日本出生率逐年走低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简单来说 日本现在人口构成就是 亲生儿出生越来越少 老人越来越多 而且日本风俗偏爱火葬 曾有调查显示 日本有99%的人接受火葬 且只是接受火葬 既然这样 多建造一些火葬厂不就好了 事实当然没这么简单 火葬厂不同于其他建筑 不是政府批复就能建的 因为很多日本民众 都反对将火葬厂 修建在自己房子旁边 另外 日本土地是私有化的 如果未经得所有者的同意 政府也不能强行征用 越来越多的高龄老人 在生前面临护理困难 缺少家人陪伴的问题 那些缺少后辈的老人 还会在死后流窃遗产 难以处理 殡葬无人主持的难题 甚至于一部分老人 会悄无声息的死去 无人收失 很长时间之后 才会被人发现 这样的结局显然是死得不体面 为此 日本的医院以及民政部门 正试图推广 更人性化的临终关怀 修建更多的殡葬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 遗体宾馆 必然会进一步扩大规模 随日本邻国 中国在2001年 便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 截至2021年 中国60岁以上老人 已经达到了2.67亿 占总人口的18.9% 日本出现的问题 正在中国上演 近年来 中国时常有买房存骨灰的新闻爆出 生命中有尽头 如何体面地离开 这是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在面临的问题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